今天的影片有点长 因为我写了六页的稿 有一本书叫做Infiltration The Plot to Destroy the Church from Within 作者是Taylor Marshall 内容是讲天主教的教会 内部被渗透的问题 还有天主教的主教跟神父 从内部开始瓦解天主教的权威 还有教会 总之就是在讲 敌人已经透过过去几百年 试图从外部摧毁天主教 但是都失败了 敌人就做了很聪明的决定 他们决定侵入到天主教的内部 掌权后 现在由内而外的开始瓦解天主教的教会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果实 例如你现在去任何一间大学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台湾 基本上创校的全部都是基督徒 就连中国大陆的大学 清华大学之前的名字叫做清华学堂 是基督教建造的 创校的时候聘请了大量的基督徒 要传达基督的信仰跟价值观 北京大学之前叫做燕京大学 是美国这边的长老会跟公理会办例的 辅仁大学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 台湾也有 中国大陆也有 是天主教建立的 但是你现在去看这些学校 不管是中国经过了文革 台湾经过了这个民主的洗礼 还是美国这边的大学 你都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每个大学都有教堂 但是很明显整个生态 还有思想跟基督教 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最难凸显的就是堕胎的议题 这篇报导是来自 Cathlete News Agency 天主教新闻报导 标题是圣母大学演讲系列的 这个堕胎导乐 引发天主教徒的担忧 报导上面说 随着最高跑院在Dobbs decision中 推翻了堕胎权的 罗素韦德的裁决之后 圣母大学的几个机构 正在举办一个 生育正义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这个系列的活动 因其明显的支持堕胎的立场 而引发批评 其中一名即将出席活动的演讲者 是一名堕胎导乐 abortion doula 他身上就有堕胎的 这个器械的纹身 这样子的安排 让许多人质疑该活动 是否符合天主教的价值观 并担心他可能会传递错误的讯息 那这个活动的主办方是 性别研究部门 OK Gender Study 是一个在任何一个学校 都没有必要存在的部门 性别就只有两个 男的跟女的 我的小女儿三岁 他就可以了解 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搞不清楚 我很确定 不是因为我女儿是天才 我homeschool他们两个 有的时候真的是 no need no call 让我炸掉 只是现在大学生真的太笨 太愚蠢了 以为自己比所有的人都聪明 我会提到天主教是因为 这是一间天主教的学校 然后他们在上面 连教宗说堕胎是杀人 是个罪 连天主教对于堕胎 基本的观点都没有讲到 就是现在天主教的学校 现在天主教的大学 基本上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Georgetown 还有Van Lenovo 全部都是 那在我们没看到 自己眼中的梁木之前 我们必须说 我们常常忽略一件事 就是基督教 新教 也被侵蚀 基督教教会 被侵略的其实更严重 今天看这间教会 叫做Church of Reconciliation 是美国长老会的一个 我翻译叫做 长老会和解堂吧 自以为是教会的地方 然后这个女的 叫做Rebecca Todd Peter 自以为是牧师在台上 对于堕胎议题上面胡言乱语 这大概是 大概一年前的影片 但是现在才浮上台面 让我们来看一下 If Jesus were here today He would be a clinic a clinic escort distracting women from the hatred of the protesters or an abortion doula holding women's hands and offering support and love as they end their pregnancies and I expect he would have a stern word for self-righteous lead legislators who use abortion as a political issue rather than showing compassion for the people seeking abortions today on this row sunday i wanted to share some of the stories we have collected because these are the sacred stories of women's lives if jesus were giving his sermon today he might also have said blessed are those who end pregnancies for they will be known for their loving kindness i have been pregnant four times i have had two abortions and i have two amazing children each of my reproductive decisions to have children and not to have children were sacred decisions because they reflect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reproductive power that is part of our inheritance as human creatures each of you has a reproductive story and given that one quarter of american women will have an abortion by the age of 45 i imagine some of your reproductive journeys also include abortion blessed are those who end pregnancies for they will be known for their loving kindness reimagining our 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abortion is essential to addressing the the violence that is being done to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in the name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ace of the rampant reproductive injustice in our society what does god require of us am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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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à 我不是反对女牧師 呃女人講道的人 我认识非常多很棒的女牧師 呃對於真理的理解 講道的信息 沒有錯 他們會比較感性一點 但是我的確認識非常多非常棒的女牧師 教师 知识 虽然我认同 女人在教会掌权 好像不是很OK 因为他们比较感性 比较情绪化 但是我也知道 有很多很糟糕的男牧师 有性侵的 然后有支持左派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 我不是看到一个女牧师 就马上就是 哎呀你看 异端的那种人 我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4章那个地方说 女人在教会应该要安静 不应该讲道 但是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说 女人要讲道 但是要小心 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地方 也有说圣灵要浇灌 凡有血气的 神的儿女都要说预言 也说圣灵浇灌仆人跟使女 他们要说预言 所以说我不是在讲说 只要是女牧师 就一定有问题 我认为女的直视 女的可以上海讲道 但是要非常的小心 如果女牧师 主任牧师是女的 我们更是要小心 某层面我会觉得 女的不要在教会 长最高的权力会比较保险 我们就不用说保罗说的好了 OK 耶稣本人 我们的弥赛亚 我们的救世主 拣选了12个门徒 全都是男的 耶稣本人没有接受现在什么 多元平等包容的废话 你说耶稣性别歧视吗 也没有哦 他为了玛利亚骂他自己的门徒一顿 而且还为了玛利亚呛马大 为什么呢 因为玛利亚当时是坐在男人坐的位置上面的 没有去帮忙 所以说耶稣并没有瞧不起女人 耶稣很了解女人 这就是为什么12个门徒里面没有女人 耶稣分得非常清楚 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位 OK Rebecca Todd Peters 在公元30年左右的时候 这个女的应该是会跑去直接指责耶稣 OK 说哎呀 耶稣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包容啊 OK 门徒之间女人的代表在哪里 OK 万一被写在圣经里面的话 没有女门徒的话 这个就是个性别歧视啊 我建议应该要两个男的 三个女的 四个变性人 五个同性恋 六个双性人 十一个恋同屁 然后呢 里面至少要有二十个黑人跟五十个拉丁裔的人当门徒才对 这个样子才是符合公平的圣经 啊 超过十二个啦 律法重要吗 爱大于律法 这种事有什么好纠结的 对不对 耶稣我们还是一起推崇堕胎爱世界吧 啊 马太福音十八章 耶稣你在说什么 你说 杀小孩 让小孩跌倒就应该绑个大魔石跳到海里 No Jesus 我们应该赞扬这位女权主义人士 应该马上拿到五千万的这个纳税人的资助奖金 然后请Joe Biden跟贺锦丽颁发Metal of Freedom给他才对 这个很明显就是这位Rebecca Peters的观点 因为他说耶稣如果在的话 他就会引导女人进入到堕胎诊所里面 他还骄傲的说 呃自己堕胎过两次 骄傲的杀死了两个自己的小孩 然后他现在在堕胎诊所前面 OK 以一个基督徒 以一个牧师的身份来引导女人杀死自己的孩子 那护送或者是引导女人进入堕胎诊所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台车子停在那个地方停在停车场那个地方 然后里面有一个女的他想要堕胎 然后他们就会派人出去 像说这个Rebecca Peters这个样子的伤心病狂 在那个女的旁边跟着那个女的 然后把她带到堕胎诊所里面 那你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他们要这个样的做 从停车场到堕胎中心的路上会有什么吗 因为有的时候会有支持生命的真正的基督徒会在那个地方 他们没有在喊叫 没有在那边呐喊 也没有在辱骂那些想要堕胎的女人 我们会想要帮他们祷告 帮那些女人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 我不应该说我们 我其实只去过一次而已 Falicia每个星期五 每个星期六 早上都会去promona那个地方 就是帮他们祷告 也没有大叫 有时候这些基督徒会跟那些女人发一些传单 还有书籍 全部都是免费的 上面写的全部都是资讯 领养家庭的资讯 申请补助的资讯 心灵辅导 工作的帮助 找个经济的帮助 各式各样的课程 Falicia他们去的时候 他们是要给那些女人选择的 We are actually the pro-choice one 我们希望那些女人有其他的选择 我们想要告诉那些女人 除了杀死自己的孩子以外 你还有很多不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的选择 但是那些堕胎诊所不希望女人有其他的选择 他们虽然说自己是pro-choice 支持选择 但是他们不希望女人有任何的选择 他们希望女人每一个进去都是害怕的 充满恐惧的 不知所措的 没有任何的选择 然后他们就可以站在他们的前面 摆着一个摩洛的祭坛 然后跟那个女的说 杀了你的孩子吧 这个样子你的生活就会自由了 这个是你唯一的选择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些plant parent和堕胎诊所 会需要这些引导 护送 带着那个女的 带着那些女人进入到堕胎诊所 因为他们不希望女人有任何的选择 然后这位Rebecca Peters 进入到了一个亵渎圣灵的时刻 他说 如果耶稣在这个时代讲到的话 OK 在好莱坞的山头 一个现代版的一个登山宝训的话 他会说 堕胎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会被称为是充满慈爱和善良的人 这句话 你去问Chat GPT OK 一个机器 他都会告诉你这句话与圣经的教导 和传统基督教的信仰背道而驰 但是这个弱智 以为自己是牧师 因为这很明显的不是一个错误的解读圣经的方式 而是一个撒旦扭曲圣经的话 他不但想要让我们认为说 杀死我们自己的小孩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还想要我们认为说 杀死小孩 其实是一个高尚的慈爱 这个慈爱就是把你全身打碎 分尸 丢在医疗用的这个垃圾袋里面 我还蛮确定 Rebecca Peters不会想要这个样子的慈爱 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 今天说这位假教师在这个地方做的事情 就是那条蛇在伊甸园做的事情 是一模一样的 试图要让他的追随者 犯下无法挽回的罪 然后呢 说他们犯了这个罪 其实是会得到奖励的 然后这位Rebecca Peters是什么呢 他是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 基督教伦理学会 投票出来的主席 President 这个就是现在在基督教界掌权的人 一个说耶稣超爱堕胎的 可以杀了两个自己的小孩 还在台上炫耀说 你看我多棒 我杀了两个自己的小孩 然后说 我自己是基督教伦理的这个学者 不只是学者 还是个领袖 然后那个学会的这个 其他的基督徒就 OK 那就投票给他吧 然后他就掌权了 这并不是他以一个基督徒的领导的身份 第一次推崇堕胎 这篇是他在2021年 他在USA Today发的文章 叫做 我是基督教传道人 剁了两次胎 这里是我的信仰如何鼓励我做出决定的 上面说 我做出堕胎的决定 不是尽管有基督教身份和信仰 而是因为这个身份和信仰 基督教的价值观支持健康和稳定的家庭 也要求对是否成为父母的决定 进行深思熟虑和道德丰富的考量 弱智 无耻 恶魔 你是否是一个父母的决定 不是你怀孕后 绝不决定生下那个小孩而决定的 而是当那个精子跟卵子 碰在一起成为受精卵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父母了 你再也不会成为一个 还没有成为父母的人 当受精卵已经产生的时候 你能做的决定就是 你是一个活着开心的孩子的父母 还是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的父母 但是这位基督教神学家 不认为 他认为说基督教的律法 什么不可谋杀啊 不可贪婪啊 不可做假见证啊 这些东西在他这个丧心病狂的神学当中 应该是要被忽略的 这是因为他台上讲的东西 不是道 不是神学 不是基督教 而是一个自我崇拜 自我尊荣 一个变态又骄傲的宗教 叫做撒旦教 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第一个就是 不可能有支持堕胎的基督徒 这个样子的人存在 这样东西不可能存在 你不可能同时又是基督徒 然后又支持杀人 支持杀自己的小孩 杀死别人的小孩 就算我们不要谈到基督教 我们不要把圣经搬出来 我跟任何一个人用世俗跟理性的角度去讨论堕胎 也非常的简单 因为 再小的受精卵 就算只有一天 就只有一分钟 你给他个十个月 他就是会变成一个婴儿 那可以辩论的就是人的生命是否是神圣的 我们是否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人 这些不用基督教也都可以清楚的简单的解释 但是如果在基督教的框架下辩论的话 那就是从头到尾都没什么好辩论的 因为每个受精卵在母亲的子宫里 都是神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生命 这个是只要是基督徒 不管你是哪个宗派 就算是异端 你去问问看摩门教 你去问问看耶和华见证人 只要他们承认神的存在 就不可能忽略这个观点 受精人的一刹那 是一个奇迹 一个神迹 是一个神的形象 来到了世界上 杀了他 杀了自己的小孩 就是一个无比邪恶的行为 不可能有任何基督徒对于人命的观点是 有的时候神就是会创造一些生命 然后用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些生命 然后神希望我们把他杀掉 你可以说最接近这种的想法的话 大概就是预定论 归正中加尔文主义的神学 但是你可以去问问看唐从容牧师 我告诉你 他们不可能同意你 他们会直接跟你讲 这个想法是亵渎神 是亵渎圣灵的 那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 我们根本就不要害怕 我们不需要害怕 基督徒不要害怕 共和党不要害怕 保守派不要害怕 这个自称是 牧师的Rebecca Peters 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要再被左派那些 变态提的什么 政教分离 基督的信仰是自己的教会里面 不要讨论政治 欺骗 他们在台上讲成这个样子 他们毫不掩饰的把杀人合理化 任何一个正常人还不用是基督徒 看到刚刚那个变态的说的内容 都会觉得很诡异 你就连佛教徒 道教徒都会跟你说 就是堕胎会有阴灵 就连泰国看起来很邪门 那什么四面佛那些 他都会告诉你说 这个是养小鬼 这个是有个灵性在这个地方 连无神论的人都会说 对了不干我的事 但是堕胎的确是不好的 对那个女的身体也不好 对那个小孩也不公平 因为堕胎很可怕 很恶心 很肮脏 合理化这样的行为 更恶心 更可怕 更肮脏 但是为什么那个女的 可以在台上讲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可以说这么 可以在教会说这么 亵渎圣灵的废话呢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个样子 抹黑我们的神 抹黑圣经 抹黑耶稣呢 就是因为 教会正直的人 没有出来说话 连指出来这个女的都没有 为什么他可以在 基督教伦理学会里面 经过基督徒的民主投票 当上主席 就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基督徒 牧师 没有指出来这个女的的可怕 还有他在传讲的邪恶 以神学不是真理 神学自由的理由来忽略 总之这些骗子 这些神棍 这些假先知 假教师 他们在传达的理念 基本上 都是一样的 他们想要告诉基督徒的讯息 也都是一样 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神会允许 而且还会支持你 只因为你想做 也就是说他们的信息 他们传达的讯息 跟圣经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的确 就是很多教会 很多基督教教会 在各个国家传达的讯息 有的叫做恩典福音 有的叫做自由神学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会有什么 像说天主教 Catholic for choice 天主教支持选择 跟Dignity USA 这种天主教 基督教的组织 可以支持堕胎 支持变性人 支持LGBT的这些组织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他们在教会内建造 LGBTQ的社群 他们每个组织都在强调 如果你想要杀死你的小孩 如果你想要变男变女 你如果想要乱信乱搞 然后去搞的一生性病的话 你就去吧 因为这是你想做的 神一定会支持 这种错误的神学 恶心的教会 在美国到处都是 而且不只是在兰州而已 那这里是另一个例子 另一个自己以为是牧师的人 在教堂里面说 基督徒就是应该靠政府啊 政府就是应该要发放给人民免费的东西啊 共产主义好啊 Jesus never mentioned abortion but he did talk about poverty remember when the rich man asked what to do to inherit eternal life after loving God and neighbor Jesus urged him to sell all he had and give it to the poor when Jesus condemned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for hypocrisy it was because they were using their positions to make things easy on themselves and hard on everyone else and when Zacchaeus a wealthy tax collector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repay anyone he cheated four times the amount and give half of his possessions to the poor Jesus declared that that day salvation had come to him so how do we set our course in the direction Jesus called for the direction that leads to salvation how do we ensure that women and families have the health care the contraceptive resources the child care the housing the decent jobs the equitable pay the equal protection the 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the good schools the good schools 又是一個女性的牧師在上面說 薩該的故事告訴我們就是 平等 均富 很重要 薩該交回去的錢 應該是要拿來確保女人可以墮胎的 還有促成一個均富的社會的共產主義好 今天要說就是 薩該的故事應該是要在 DNC 民主黨全民代表大會上面讀的經文 OK 還有這裡是另一間左派的教會的合唱團 我實在沒有辦法教他們師班 不過 anyway 他們寫了一首歌 一個敬拜的歌 敬拜他們的神 可能是什麼摩洛或是撒旦 是關於變性人的 讓我們來聽聽看 我只會放一點 我相信大家也不想要看完整的 因為我也沒有看完 天啊 天啊 Our world reflects you Sunrise and sunset Uniting our youth Open into a city With jewels of all shades Houses are proving And walls broke with james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一點就是 每一次聽到這種 教會崩潰的時候的新聞的時候 就是污蔑神 褻瀆聖靈的東西的時候 裡面的歌都很難聽 然後裡面的人都很醜陋 當然因為他們不是基督徒 他們只是假裝是基督徒而已 他們的教會在侮辱基督教 把撒旦的元素 墮胎 變性 性別認同這些東西 當成是神的話來教導 當然左派種族歧視的議題 也在這些教會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間教會 Now in this fast from whiteness Of course I cannot change the color of my skin Or the way that that allows me to move through the world But I can change what I listen to Whose voice I prioritize And so that is kind of the plan for our worship services Through Lent That we would fast for a time From prioritizing white voices And that we would use the music And poetry of black indigenous And people of color And see what the spirit might do among us 又是一個女人假裝自己是牧師 我其實沒有刻意的去找 OK 我一開始也說了 我不是認為說女人不能講道 我認識很多很棒的女牧師 真道靈良堂的宗姐 我覺得她非常棒 我教會的師母 她也是被案例成牧師的Annie 我也覺得她非常棒 我上網去看過寇乃馨 在教會傳福音 我也覺得她很棒 所以說我不是針對女牧師 或是女傳道人 或是女人講道 而且也不只是只有女牧師才會這個樣子 OK 褻獨聖靈 褻獨聖經的東西 只是如果你上網去找就是褻獨聖靈 褻獨聖經的東西的講道的話 很大一部分會是女人自己以為自己是牧師 然後男的通常就是很娘 很多像同性戀那個樣子 總之剛剛這個女的就是在台上講說 她拒絕她是個白人 她是一個的這個事實 是一個多麼無私 多麼偉大的一個行為 但是其實是完全相反的 她反而是用了一個最無知 最軟弱 而且最膚淺的方式 貶低了成千上萬上億的白人 包括她自己 這個不是謙卑的人做的事情 這個是自我膨脹 自以為這個樣子做很謙卑 你看我多偉大 我貶低自己 讓你們這些人感覺很好欸 我就是比你好 所以我才要貶低我自己的 那這一切其實都很明顯 今天這個三四個影片 傳達的訊息都很簡單 就是左派侵入到教會裡面 在教會裡面掌權 然後試圖從教會裡面 由內而外的瓦解基督教 傳達他們的政治目的 跟他們的思想主義 好處就是 嘿 這裡有個好處 OK 這些教會 教導 種族歧視 變性主義 共產主義 殺嬰兒 這些教會 最後都會自我瓦解 他們都會消失 通常這些講道 都只是一個人站在台上 你如果說有機會看到 鏡頭拍到會眾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的教會 全部都是一堆 沒有任何氣勢 沒有任何生氣 全部都是一堆老人 在那邊無力的聽 講道的教會 當一間教會 變成了左派的社交場所的時候 那麼那間教會 就會慢慢的死亡 就會慢慢的死掉 因為他們一開始 就沒有必要要存在 年輕人 有活力的人 如果他們想要去聽 很極端的左派思想的話 他們哪裡都可以去 他們在他們的大學 在他們的高中 算是自己的公司的 你去找你的人事部 HR 或者是你公司本身 就已經有一個什麼 DEI部門了 他們那些人 不需要去教會 聽這些東西 然後 如果他們去教會 是為了左派思想的話 他們也只會去一陣子而已 他們會覺得說 我在幹嘛 坐在這個地方 這個神是誰 我幹嘛要讀聖經 聖經裡面講的東西 怎麼跟牧師講的東西 不一樣 我幹嘛要讚美 我幹嘛要感恩 我為什麼要聽一個人 在台上自我崇拜 我才不要崇拜他 我要崇拜自己 人會去教會 是因為我們的靈想要 我們需要被餵養 我們渴望變得更正直 我們渴望我們的生命有意義 我們想要了解永生 我們想要活出真實 事實 真理 如果教會沒有辦法 給出這個樣子的生命 沒有這個樣子的教導 就是會毀滅 就是會死亡 這個不是我奏主教會還是怎樣的 是聖經說的 彼得後書二章一到三節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 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父 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 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 自取素素的滅亡 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邪淫的行為 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 他們應有貪心 要用捏造的言語在你們身上取利 他們的刑罰自古以來並不遲言 他們的滅亡也必速速來到 彼得後書第二章 這個是天主教的 他們說的第一個教宗 給所有的人的警告 不只是天主教 而是所有的教會 基督徒 事工 機構 如果我們偏離了真道 我們的滅亡必速速來到 請幫我們自己禱告 幫我們的教會禱告 好男人起來建造教會 建造家庭 守護教會的純真 守護我們自己的生命 我沒有讀過神學院 我不是牧師 我在教會裡面沒有任何的title 但是看AI news的人 比很多那些教會還要多 我們的頻道不是很大 跟那種娛樂的頻道比起來 我們根本沒辦法比 但是我們的頻道 有在改變生命 我很確定 因為我自己的生命被改變了 我做這個事工 我自己成長的非常多 我追求的變得更明確 而且我們到了現在四年多 都不至缺乏 禱告 愛報道可以永遠這個樣子 我們永遠不要自滿 永遠不要自大 永遠行公義 好聯名 存謙卑的心 與神同行 弟兄姊妹 請跟我們一起成長 我們可以跟耶穌一起 拯救這個時代 方式就是我們改變我們自己的生命 而且活出生命的本質 就是耶穌基督本身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 愛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